大家好,我是田园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黑芝麻鸡蛋小扁干的做法 首先我们在大碗中打入两颗鸡蛋 鸡蛋的重量大约是120克 然后先加入35克白糖 再加入30克食用油 接着我们用打蛋器先把它们充分搅拌均匀 搅匀后我们先加入70克的低筋面粉 最后再加入10克黑芝麻增香 然后用打蛋器画这次形 把它们再次充分搅拌均匀 最后一直搅拌成像这种细腻光滑的面糊就可以了 面糊调好后先把它们倒入干净的裱花袋里面 然后再把它们依次挤入到颇有贵油脂的烤盘里面 接着我们再把它放到预热好的烤箱里面 烤箱中层上下火150度 烤12分钟左右就可以了 这样做出的黑芝麻鸡蛋小饼干 吃起来非常的酥脆香甜 舀上一口还有一股浓浓的鸡蛋和黑芝麻的香味 如果喜欢的话就试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 谢谢您的支持